受到918地震的影响 花蓮、浊西、富里、玉璃等多处的建筑道路倒塌毁损 许多的民众也因此受伤 影响到部分居民的生活 甚至出现了经济的困境 而在花蓮原乡部落的独居长者、孩童和家庭 更出现了资源不足以及交通偏远的限制之下 面临着生活的恐慌和担忧 花蓮原家中心区域社工督导 透过了民间团体的连结 以不容辞地号召各界的三星人士 一共募集了36万元的生活物资 在卓乐活动中心进行了一场捐赠的仪式 受到918地震的影响 花蓮、浊西、富里、玉璃多处建筑道路倒塌毁损 许多民众也因此受伤 也影响了部分居民的生活 甚至出现经济陷困 而在花蓮原乡部落的独居长者、孩童以及家庭 更因为资源不足以及交通偏远等等限制下 面临着生活的恐慌跟担忧 花蓮原家中心区域社工督导 透过民间团体的连结 义不容辞地号召各界善心人士在卓乐活动中心举行捐赠仪式 前13乡镇的原家中心有在齐立为我们这个赠灾的这个部分来做和一起为部落关怀 这一次主要是针对着西乡的卓乐部落 陆续也会再找其他需要的民众来发送物资 希望把这些物资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 那这一次是主要是着西乡 那就是我们着着西原家中心来协助我们当地地震灾害 灾户比较严重的来领这个物资 来提供他们这一段时间可能在生活上有比较急需的这些物资的我们来提供 这次公募集了36万元的物资有卫生纸泡面沙拉油沐浴如等民生物资 并且也是由在地的原力全人发展协会的协助之下发放 让整个捐赠仪式得以顺利 原家中心表示12月份善心团体还会再将爱送到着西 会再重新整理名单 让每个需要的民众都能够收到这份爱情 记者高双双 着西乡采访报道